新北市和双北市这个5月15号到28号是升为三级警戒 预计有700人都会受到影响 接下来也会进行滚动式的检讨 不过院长苏登昌也说 虽然冲击比较大 哪怕是三级 上班上课还有考试都是要如常进行 不过休闲的八大场所即刻起就要关闭 新北市跟北市 这算是我们这一次要升到三级的警戒的区域 时间从5月15到5月28号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宣布双北防疫升级 因为本土感染连环报 昨天一天新的确诊人数就高达180多人 180例的本土 5例的境外 原来的一个疫调来做一些相关的防堵 恐怕已经在力道不足 必须有社区防疫的概念 提升警戒的等级 才能够因应并控制这一波的疫情 确诊人数不断攀升 行政院长苏贞昌率领陈时中 以及内政经济等相关部会首长 召开临时记者会 除了宣布双北升高为三级警戒 还公布新的防疫措施 宣布升级前 行政院也事先通知台北市长柯文哲 与新北市长侯友宜 更强调所有新状况都有掌握 呼吁民众配合防疫新措施 共渡难关 华视新闻机构彭冠林SNC小组 台北报道